劍車停在路中央火爆問蔣下車後 伸手指向白衣行人怒氣沖沖大聲嗆罵 對方立刻上前不甘示弱猛力推了一下 一陣拉拉扯扯後行人理智線斷裂 朝臉部猛力揮拳問蔣也反擊狂揍 双方直接在街頭拳打腳踢上演真人格鬥 跟我講了幾句話就開始動手打我 那我為了防備所以我有回手 打了他一拳踹了他兩腳 嘴唇這邊破了大概四個洞縫了四針 設法在台北中山區農安街 二十四號早上八點半左右 時間到回肢體衝突前 當時白衣行人沒有走斑馬線 直接違規闖越馬路 問蔣右轉時被嚇到 長安一聲喇叭提醒 沒想到對方隨即拍打車門泄憤 問蔣暴怒開到前方下車理論 雙方爆發口角 接著兩人赤手空拳暴力互殴 所幸巡邏員警剛好經過 火速上前隔開雙方 避免衝突擴大 經過他身旁的時候 他敲打我的車子 然後我在往前開了大約二十公尺 停下來詢問他 為什麼要敲打我的車子 他可能沒有聽清楚 認為說我是在罵他 本案行人提出妨害名譽 傷害告訴 計程車司機提傷害告訴 先人指稱 問蔣罵髒話 還先出手攻擊 先在雙方各說各話 驗傷互告 警方也已規定製作筆錄 全韓送台北地檢偵辦 這位楊中森城管理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一旦能從新聞裡看進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